校園不應該再成為政治的漩渦 應該是一個和平寧靜 以及追求學民 也是專注學習教學的場所 如果將這些政治理念 各樣的政治理念 帶到校園 帶到自己的工作上 其實是無疑會影響到 學生本身的價值觀 始終有很多學生 其實甚至未成熟 也可能會視老師 為自己的學習對象 過去也有些教師 拿到一些譴責信 警告信 但我們到現在就未見到 有些都犯了一些 比較相當嚴重的教師 被吊銷過牌照 教育局要去 衡量教師的刑責 究竟去到什麼程度 希望教育局也要有一個比較合理的解說 能夠給到社會大眾 給到家長 教育局應該是有一個資料庫 我們說學校要聘請教師的時候 應該是可以查到 知道哪些教師曾經是違規 或者是拿到譴責信 或者是曾經是拿過警告信的 這個我們是覺得 是站在保護學生的角度出發的時候 學校的校長在聘請的過程裡面 是能夠可以有權去查詢到這些資料 至於你說家長 會不會就是說能夠有一個資情權的話 這個我覺得教育局也要去研究 既能夠令到學生受到保護 家長有適當的資情權 也都不至於是令到一些 緊守專業的同工 是因為這樣而受到牽連或者影響的 在光臨方面 使往生懶了 是藍原甲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